南華很大機會重奪格組足球聯賽冠軍 他們綁手大戰贏傑子4比1 拿多分就行了 洪生的南華賽前只領先傑子2分 輸球就會失去綁手位置 即使你不讓這件事發生 駁倒12碼 伊達主射入網南華園搬場前5分鐘先開紀錄 換邊後後備上陣的沙欣落場 第一腳就有單刀機會 不知是否未熱救身射球軟弱無力 不過被他踢多陣到73分鐘 就在禁區邊射球靚波 幫南華擴大比數 傑子押前進攻想修復失地 怎知再輸反擊 迪壓高單刀不貪工傳給李康廉 輕鬆射入空門 贏到3比0 黃洋到完場前1分鐘 自幫傑子追回球已經太遲 比賽尾段出現不愉快的場面 傑子收瞞完王振鵬出手打文比德 就算吃不應都被球證紅牌趕出場 南華由迪壓高射完這個12馬入網 贏4比1 榜首優勢擴大到5分 剩下最後兩場 拿多分就可以重奪失落兩屆的聯賽錦標 一級方式式藍佩治上海站 法拉利車手阿朗素拿到冠軍 初段阿朗素就超越了排頭位的平治車手 鹹美頓 沙巴車隊的古迪利斯撞到前輛車要退出賽事 紅牛的韋伯連車輪都掉同樣不能繼續 亞朗素最後拿到冠軍 快第二位的雷剛輪超過10秒 乒乓亞洲杯中國代表許欣和劉斯文 分別在決賽贏了隊友拿冠軍 黑衣的許欣在南單決賽對私底嚴安 第六局落後8比9之下連贏3分反勝 贏局數4比2成功為面 雷單決賽比較一面倒 紅衣的劉斯文贏武揚局數4比1 成為第一個三奪亞洲杯的雷單選手 各位新聞報道員不立萬安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